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到死胎早产 仍旧十分担心 皇后足足生了一夜 也没有动静 燕婉让下人把包太医的药方送给田姥姥 燕婉知道田姥姥女儿的病无法医治 这药只是为了减轻她的痛苦 燕婉知道皇后生产若是出事 田姥姥自然也不能全身而退 所以才敢借此利用她 皇后终于生产 可却没有听见孩子的哭声 接着姥姥跪在皇上面前请罪 皇上十分震惊 怒斥青天剑 青天剑说 自己也不知为何阿哥会早邀 海兰怒斥众人 皆生不力 让皇上降噪于他们 青天剑辩解 称五公主同样造妖 这可能与皇后的命述有关 皇上不想再听众人政变 封十三阿哥为道瑞皇子 让接生的人一律出宫 青天剑也被革职 皇上叮嘱海兰 好生照顾如意 海兰告诉如意 十三阿哥已经走了 如意还是让海兰把孩子抱给自己看看 纯贵妃告诉她 皇上已经没人把孩子带出宫去 尹萍也安慰她 见到孩子之后会更加伤心 不如不见 如意想起自己的孩子 在众人面前放声痛哭 夜晚命人给青天剑送来银票 谁知银票上有毒 青天剑数银票之时便中了毒 摔倒在地 如意询问江太医 自己平日里一直安好 为何十三阿哥会早邀 江太医称 自己在如意生产之时 一直等在店外 不知情况如何 荣沛认为此事有蹊跷 如意想让皇上好好调查 四位阶层姥姥 特别是田姥姥 皇上为了安慰如意 接生姥姥们被关进监牢 田姥姥受尽毒打 可仍未承认自己陷害皇后一事 尽忠用她的家人威胁于她 田姥姥便承认自己为了泄愤 推了皇后娘娘的肚子 可自己并非有心要害十三阿哥 只是想让皇后多疼一会儿 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并未承认有人指使自己 皇上来到如意身边 皇上对如意说 田氏临死之前 曾说是如意苛待于她 所以才在接生之时起了歹念 让如意生产的过程十分痛苦 还害死了永景 如意自知 自己并未苛待过田姥姥 皇上提起 如意曾在公主出世之时 将田姥姥的赏赐减半一事 如意表示 自己不相信田氏 会因为几十两银子谋害皇寺 这背后一定另有引擎 皇上告诉如意 自己因永景的死十分伤心 决定暂时不与如意见面 夜晚想到 田姥姥女儿手中 还有一包包她一给的方子 让兰翠出宫时去找她 宫中流言纷纷 宫人们都说皇后命硬 克死了自己的孩子 还会克自己的夫君 海澜让荣沛带十二阿哥 去给皇上请安 皇上让林云彻带十二阿哥回宫 林云彻来到义昆宫后 如意称 自己有些话要对她说 让她先留步